我去不是在教修 罢了国家 喝凉凉凉 不是啊 我们就希望和平 我希望把太平岛打造成一个和平救难的岛 所以太平岛就是要尽快地把我们太平岛 在菲律宾对中国大陆的仲裁案中 把我们太平岛的杀绿地位降格 降格这些事情 要做出很严正的澄清跟说明 太平岛是个岛不是一个礁 是一个岛不是一个陆 应该是合乎 全国太平岛公约第121条第三项的规定 一方面它有淡水可以维持人类居住 并且它有土壤可以种植农作物 可以有它自己的经济生活 这两个条件就是人类居住跟自身的经济生活 是一个岛屿 构不构成岛屿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 并且希望在这个 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参加这个仲裁 但是估计这个仲裁可能会在 今年的五六月间做成判断 我们希望在他们做成判断之前 能够了解太平岛的实况 不要做出错误的难度 选后两天 比地党的秘书长吴钊谢先生 追到黄志文区了 在那边他有发表演讲 没有谈到南海 他不但阻障我们对于太平岛的主权 还特别指到了十一段线 我看到这个之后 我觉得印象深刻 所以我想他们对南海跟对太平岛 应该有一套想法 所以才选下去 如果很意外 我们不愿意派得来 我们不愿意派得来